4月20日 鸿海股价飙涨以来主力筹码变化 作者,Ada 这一周台股下跌1209点,跌幅5.83%,外资群卖超1819亿 鸿海这一周下跌7.5元,跌幅4.98%,外资群卖超鸿海29698张股票 很明显鸿海这一周是因为台股指数下跌而下跌,外资群因为台股下跌 在股市气氛比较不好的情况价平均以144.9元买到鸿海 如果在股市中存活比较长的人应该都知道 外资群就是喜欢拿手上一些短线的资金在那买来卖去 近两年来说,大概就是拿着5000亿的资金在那买来卖去 当外资群买进时,股价容易上涨 外资群因为资金大,买的数量多,所以可以买在均价 外资群在卖的时候可以搭配期货空单 而且外资群在买股票时会在底部先买一堆 再透过锚定效应让散户在高档买股票 台积电,联发科,广达 伪创就是这样的情况 散户常常就是凭感觉,凭直觉地买 外资群每次在卖时,都是一个波段地卖下来 很多散户在之前外资群买时 用太高的股价净值比买到一些体财股 在下跌时自然就容易受重伤 台股也才下跌1209点 就有一些散户在那怀疑人生及写毕业文 现在这样还算是幼幼班 外资群如果动真格卖 大概还有3000多亿能卖 这一个波段外资群从去年11月开始买 买到3月合计买了6000多亿 最近卖出3000亿左右 大概还剩3000多亿能卖 如果外资群接下来用这一周这样的卖法 每天就是几百亿 或是七八百亿的卖 也许指数还会下跌各1000点 但外资群如果几十亿 一两百亿的卖 这种手软胶软的卖法 也许台股就会出现反弹 当你对外资群的操作手法有一个底后 你还在会在内心吸一堆吗 你就自己想一下 如果外资群把手上的3000多亿卖出来 台股再跌1000多点 这时你会出局吗 如果不会 那你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因为外资群在卖完6000多亿后 接着又会连续几个月再买6000亿回来 很多散户很搞笑 他们就是在下跌的过程中赔到怀疑人生 然后就砍在阿呆股后出去疗伤 外资群又开始连续4到5个月布局 当指数又涨到相对乐观时散户又开始自觉天下无敌 然后进来准备大杀四方 我在股市中连续11年未尝一败 外资群这种幼幼般的手法我已经看到不要看了 因为我是价值投资 我每持有一年 股市就很难让我把当年或前一年的获利赔回去 这也是股市赚钱 天经地义的真谛 很多人进到股市之所以会赔钱 那是因为他们去买一些鬼股价净值比4倍 5倍 甚至是6倍的个股 因为这些股票很会涨 所以里面就一大堆极度乐观的人 他们每天在那吹牛比赛 比谁会吹牛的 当初我说红海买了后就零风险 每年能稳赚10%的报酬 一堆人在那说谁和你一年赚10% 他们要去买标股 结果在股市修正初期 他们就在那怀疑人生了 我常说 股市大多头时赚钱没啥了不起 你要有本事经历过多头及空头的席力 然后资产还能越来越多 这才叫本事 之前红海股价在净值以下时 我那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你在红海禁止买进 你报六年 如果六年后你赔钱 赔得算我的 赚得我们一人一半 那时我说如果有够多人和我赌 我都能去买台北第一豪宅桃猪影员了 有人会觉得夸张吗 如果有一百亿资金和我赌 红海涨了40% 等于这些人就是要给我20亿 时间也才一年不到 当初我就说 大家明知道我是正确的 但他们就是不想一年去赚这10%的报酬 他们觉得到别的标股能赚更多 赚更快 但是当空头来临时 你要保得住获利 那才算是你赚到的 大家按赞并言 在股市中买到有价值的公司 用时间赚钱就是天经地义 这一周 红海及保股权股东人数增加3269人 小散户及散户持续的增加 这和我们之前推测的情况一模一样 一开始散户中了锚定效应 一直以为红海股价就该在100到105元 近三年下来这些散户买到的成本也在106.6元 如果扣除股息后 散户的成本就会介于94.6到98.7元 从2020年到2023年底 散户人数增加了8万多人 买走千张超级大户手上股票50几万张 从3月到3月底这段期间 中石户 大户及超级大户从12万名鸿海股东手上买走了70万张股票 这和之前中国茶税是一样的道理 去年10月中中国茶富士康部分子公司税及土地使用情况 三大法人启动风险控管 鸿海股价跌破100元 因为散户中了锚定效应 觉得100元以下的鸿海好值得买 就有4万名散户涌进来买 这时中锚定效应是好事 因为散户能买到极度委屈价的鸿海 净值104元 三大法人卖散户平均96.6元 散户买得很开心 后面鸿海股价涨到101元时 这4万名股东就有3万名被洗出去 股价涨到103.5元 剩下的1万名股东也被洗出去 当主力拿回股票股后 股价就从105元涨到161.5元 现在千张超级大户从散户手上 把2020年买到的股票通通拿回来了 股票在千张超级大户手上 自然股价就容易喷出大涨 现在是遇到股市修正 先洗盘让一些散户买到一些股票 让一些持有低成本库存的散户出去 新思维的股东进来 接下来从150元开始向上拉抬 才不会在过程中遇到太低持有低成本库存的股东杀出来 卖出的12万名股东 很多都是在等红海股价跌下来他们要低接 但目前流动筹码就是在外资群及主力手上 这些外资群及主力也不是来股市中做善事的 这12万名卖出的就思维股东 他们现在只能在一般讨论区看衰 看可不可以把股价看衰下去 但这三周下来已经有16000名新的股东进来买145到150元的红海 目前红海股价还算在低档 外资群及主力了不起就是洗盘帮助想换手的散户换手 一些不是真心想要做大波段的外资及内资最近出去 留下来及换进来的外资群就是真心想要做大波段的 加上新进来的股东成本在145到150元 这时情况就会变得和100到105元一样 向上涨还是很简单的 因为大部分新的股东成本在145到150元 也不可能涨到150元 160元就卖 应该也不会有这种事 稍后内容我们来看红海进九州的集保股权 三大法人进出 主力进出 融资及融券 大家记得一件事 不要把公司当成一个数字 红海进三年真金白银赚的钱流到净值中的 最近才反映回来 而不是胡乱上涨的 公司的净值就是资产 和你的存款是一样的道理的 你三年前存款1000万 接着每年存100万 三年后你有1300万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当初我和大家说市场不要净值增加的部分 你就眼睛闭着就买 未来不但你能拿到红海每年赚给你的资产10% 还能赚到别人不要的净值 最近就是反映了别人不要净值给你的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一些股东持有红海一到三年 结果他们竟然不相信红海真金白银赚的钱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在105元学永风歌玩五毛游戏 不然就是以为除息行情115到120元就要卖 还有不少是卖在2021年3月高点的134.5元 近三年下来红海净值明明增加了十几元 我就不懂了 为啥你觉得三年前的高点会是现在的高点 红海近三年赚到留到净值的 难道都是贝壳吗 外资群主力这一次进到红海中 很明显就是冲着接下来两年AI伺服器强劲成长 还有红海拿到GB200的订单 这些力多实现之前 外资群及主力没有任何理由认输的 明明就知道红海会是未来AI伺服器的龙头 而且GB200的订单也拿到了 现在就查出货 外资群再怎么嫩 他们也要看到GB200出货了 营收增加 获利增加 散户 小时户 中时户才有可能进来买单 如果未来红海拿到更多新的AI伺服器订单 那外资群及主力就一直放着让获利奔跑 也不急着获利了结 毕竟AI是百年以来的工业革命 广达级伪创的股价净值比都敢涨到最高4到6倍 红海身为AI伺服器的龙头 没有个3到4倍 你和我说泡沫了 或是高点到了 真的就是爱说笑 我就领着红海每年配给我的股息 再加上净值反映到股价的部分 以稳中求胜的方式继续看红海在AI伺服器的发展 我和大家说 当你把红海卖了 你在AI概念股中也找不到任何一档比红海更值得买的公司 广达最近跌这么惨 再怎么下跌 股价净值比也还有5倍 伪创露出原型 股价净值比也还有3倍 为啥就红海股价净值比该1.34倍 真的是爱说笑 这种股价净值比 你抱着一辈子零股息都值得 有啥好卖的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红海股价飙涨以来主力筹码变化 2.传微软计划囤积180万个AI晶片 3.我手上一堆高股息ETF该停损吗 这一周红海股东增加3269人 其中0-5张的增加2548人 买走股票4810张 这一周0-40张的小散户 散户股票都是增加的 合计增加3252人 买走股票13356张 红海在上涨的过程中 我们就从台积电 广达 伟创 还有一些全值标股中得知 一开始就是中时户 大户 超级大户人数增加 吃走大量的股票 接着无知小散户及小散户会先增加 渐渐的散户 小时户 中时户也会开始增加 这就是很标准的股价上涨模式 会这样的道理也很好动 之前红海股价一直在100-110元之间整理 整理了三年 2021年红海股价年限是110.79元 2022年红海股价年限104.8元 2023年红海股价年限104元 这就造成红海股价三年限位106.6元 红海很长一段时间股价就是在105元 后面发生了郑州疫情大爆发 中国茶税等事件 红海股价才会变成在100元到105元之间整理 这么长时间的股价在106.6元整理 这就会使得大量的红海股东成本在106.6元 这不包含近三年配出来的4元、5.2元、5.3元、合计14.5元 所以按照持有的长度不同 你会领到不同次的股息 2021年买的成本就会是110.79元减14.5元等于96.29元 2022年买的成本就会在年限104.8元减两年股息10.5元等于94.3元 2023年买的就只能年限104元减一年股息5.3元等于成本98.7元 大部分的股东账面成本在106.6元 实际成本在94.3元到98.7元 所以就会使得红海股价一直在100到105元之间整理 加上外资群那时拼命的拿老库存出来卖 股票水位从49%砍到刚底的40% 他们还没有要缩手的意思 又从40%砍到38% 这才使得近来红海中的股东能买到这种夸张的委屈价 不过因为没有外资群及主力的介入 里面的价值投资者就会被锚定在100到105元 这就衍生出了散财童子美龄及五毛永峰哥 不过这样的情况在3月已经被打破 三大法人近9周下来买了549889张 近三年买到的股东会卖得早卖了 流动的筹码就落在外资群投信及自营商手上 外资群及主力既然把红海股价买起来 成本就是在买上来的价格 他们如果想要阶梯式的上工 一定就是要让里面的散户换手 也就是把一些在上涨过程中没有卖的红海股东洗出去 让一些新的股东进来 近两周红海股东增加15462人 这些人的成本一定就是落在五日线的145元 及时日线的150元左右 当新进来的股东成本在145到150元 时间只要一拉长 这个价格自然就会变成底部 投资人的成本都在这 当然就是底部 就像二月前大部分的股东成本在106元 所以100到105元就是底部 就算外资群 主力 把人狂卖 这个底路还是不太会跌破 大部分散户就是赚一点马上跑 套牢报永远 既然成本在150元 那低于150元他们自然就不会卖 看一下2021年到2023年红海及保股权变化 股东人数合计增加82886人 买走股票521,985张 这些人的账面成本大部分在106.6元 实际除息后的成本在94.6元到98.7元 其中0到5张的就增加74,174人 这数字真的是有趣 去死一起死 买走股票76,755张 千张以上超级大户减少88人 卖掉股票521,985张 这大部分就是外资群卖的 大家有没有发觉一件事 红海股价涨到159元时 红海股东人数是减少12万人 0到5张的小散户就减少88,733人 等于就是把这三年买到106.6元的股东全数都清出去了 不但把2021年到2021年买到的股东清出去 还把从2019年就买到的股东也都清出去了 所以近5年买到的大部分低成本的股东 都在3月到现在这一波被清理出去 3月一开始参与拉台的内资 在红海股价上涨到150几元时选择获利了结 外资群也做了部分转移 主力做多外资群是大摩、小摩 瑞银没有改变 后面一些外资的股票又更集中的转到高盛 上海汇丰、法国新业、港商也村首上 既然新接着的三大法人成本在红海拉上来的价格 他们就不会存到不计代价的砍 试想,你花了几百亿进来投资一档股票 成本买在140元 然后你买完后就开始不计代价的把股票再卖回去给别人 你会做这种蠢事吗? 自然是不会的 一些无知的小散户会 但掌控资金可以到几百亿以上的外资 他们是不会这么傻的 大部分红海流动的筹码都在他们手上 低成本库存的散户现在已经出去了 现在外资群让红海股价在140到150元整理 愿意进来的人就只能买在这价格 外资群极主力才有可能卖出 这时会有人说 外资群极主力的成本大概也在这附近 他们卖出有什么好处呢? 嗯,你说到重点了 目前就是在换手 透过区间整理的过程中一些不是真心想要做大波段的内资或外资洗出去 想要做大波段的外资留下来 这也是为什么股票会预来预集中到某一些外资群手上 这些外资群把股票买过去后 他们短线对红海股价是有绝对的控制权的 现在场外有12万个卖出红海股东 希望红海股价跌回去给他们买 但红海股价就是一直在140到150元整理 这两周已经有15000个新股东愿意接受140到150元的价格了 其实道理就会和2019到2021年这波段一样的道理 红海在2018到2020年10月前股价一直在70到90元整理 之所以会一直在这区间整理 就是太多的股东成本在70到90元 而且还有一大堆人就是看到90元就卖 然后就要等70元买 之前红海股价会在70元到90元整理 那是因为红海会配股票 每年配出的股票加股息会把赚到的获利都配出来 可能就是一年赚个8元 一年配股票加股息会让股价减少十几元 这就等于红海把赚到的都配出来 只是以股票加现金的形式 2018年之后红海就没有再配过股票了 一些旧思维的股东还在那70元市底 90元市顶 就形成了红海净值都83元 87元 94元了 红海股价还在70到90元之间整理 后面2020年10月底到2021年3月这一波上涨 就把旧思维红海股东都清出去 接着就很少再看过红海股价低于100元了 红海最新这一波上涨 单纯就是把2021年3月到2024年3月初 三年没有反应的净值做一次反应 理论上力道要更大 单纯就是最近遇到股市修正 红海股价就是先在140到150元盘整着 2021年外资群拉抬红海股价 他们从74.6元拉抬到134.5元 他们的成本在112元 大家应该有看到红海2021年年限在110.8元 这还没有包括除息掉的4元 所以一定最差就是在外资群成本区整理 当初刘董说毛利率要7% 接着2025年毛利率要10% 后面改成获利最大化 外资群才会在那一直卖 加上一些价值投资者一直在买股票 才会形成这几年独特的情况 最近外资群买到的成本大概就是140元 他们现在是看好接下来 红海说的AI伺服器是接下来两年主要成长动能 还有GB200下半年到明年大量出货 接下来至少要看到这个是否能让红海营收及获利增加 如果可以 股价就会往上一接 不行股价就会在他们的成本区整理 至少这样外资群及主力才能卖得掉 近三年红海股价一直在106.6元整理 外资才能把当初他们买在112元的股票都卖光 从红海股价上涨的这九周以来 外资群合计买超365,798张 投信买超117,544张 自营商买超66,849张 三大法人买超549,889张 其中投信中有约46,000张是基金及ETF买的 这些股票买了后短时间也不会卖 外资群的买法比较有趣 第一周买20,181张 第二周卖14,890张 一开始的前两周 外资群一样是在玩花样 接下来外资群买24,313张 买224,466张 买27,810张 买40,283张 接着一周是卖10,181张 再来两周是买23,818张 买29,298张 这两周外资群还是买超红海535,16张 结果红海股价两周下跌了16元 这两周投信及自营商都是卖超的 合计卖超24,202张 三大法人这两周是买超29,315张 这两周融资少了31,755张 很明显融资减少是超过投信及自营商 所以融资算是主力使用的 把融资加进去 自营商 投信加融资卖超的力道就是大过外资群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两周下来台股下跌了810点 在红海股价从100元涨到161.5元后 一开始三大法人同时在抢股票 股价自然涨幅会比正常的大 后面本来股价就要稍微的整理一下 结果遇到台股下跌 这就使得红海股价稍微下跌的重一点 不过整体来说 近九周下来台股上涨了919.87点 红海股价上涨了41.5元 上涨的很明显强于大盘 大盘大概就是上涨了5%左右 红海约上涨40% 差距会这么大的原因在于红海近三年被外资群卖了140万张 红海三年净值提升了15元 股价却还从100到120元区间整理变成100到105元区间整理 很明显市场就是一直欠红海15到30元左右 这是红海真金白银赚的 还给红海就是在正常不过的事了 红海的股价和泡沫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 最近台股要修正 有一些股价净值比4倍 5倍 甚至是6倍的公司 这些公司的股价可能跌下去 是不一定会再涨上来的 买到股价净值比4倍 5倍 6倍的公司 虽然你在持有时整个市场都很看好 你持有起来也很开心 但现在股市在修正泡沫时 等于就是做了一个期末考 一些股价太过泡沫的公司 只要遇到大事件或是空头的修正 股价很容易就会大跌 一般外资群会拿5000亿在那玩波段 时间大概就是半年到一年为一个波段 外资群本来花了18周买了台股6227亿 最近开始卖台股 6周下来卖了2847亿 目前仅剩买超3380亿 这3380亿几乎全部都是买台积电 原本外资群买了65万张台积电 最近卖了10万张 手上还买了55万张 其中有50万张成本在575元 所以算一算大概就是3000多亿 大家最近有看到外资群在卖台积电 然后放了一大堆的期货空单 其实外资群手上最多的就是台积电 现在就是利用台积电让指数下跌 造成散户的恐慌 外资群能在大型全职股卖出的数量很有限 现在都是一些散户看到台股大跌 又听到一些伊朗 以色列关系紧张 所以在纳兹砍的 外资群卖台积电是可以赚钱的 手上又布了一大堆的期货空单 当砍了台积电时 指数容易大跌 再搭配散户人才人 那外资群就能在期货市场赚到很多钱 而且也能把大型全职股的股价都打下来 之后他们就能再重新布局一个阶段 现在外资群大概把手上买到的卖一半出来 剩下一次如果也要砍 我估计了不起就是跌到18000到19000点之间 一些股价净值比很高的个股 可能就是充满了一大堆极度乐观的散户 这些散户在人才人威力是很大的 至于红海会不会被外资群卖超给影响 我个人觉得也是会 不过红海股价净值比1.34倍 之后还有AI百年大行情 外资群近三年卖了红海140几万张 最近也才买回36万张 说不定外资群在压台股时 会顺便偷偷地一直买红海 这样等于就是一举两得 卖掉一些天价的个股 然后买近便宜的红海 反正一些散户看到股市大跌 就会恐慌地杀出 外资群就能买到更便宜的红海 来看一下近九州的主力进出名戏 买超第一名的是大摩 买了136393张 成本在134.25元 买第二名的是小摩 买了12208张 成本在136元 买第三名的是瑞银 买了78072张 成本在136.45元 买第四名的是国泰 买了55768张 成本在137.8元 买第五名的是凯基 买了45152张 成本在136元 买第六名的是高盛 买了36591张 成本在136.28元 买第七名的是上海汇丰 买了35814张 成本在139.57元 买第八名的是统一 买了32025张 成本在135元 买第九名的是永丰金 买了24512张 成本在137.7元 买第十名的是港商法国新业 买了22509张 成本在139.4元 买第十名的是港商野村 买了16362张 成本在139.92元 大家应该有发觉 平常我们追踪的主力 做多外资群及内资都在里面 有一些成本比较低 一些成本比较高 高盛 上海汇丰 港商法国新业 港商野村的成本比较高一些 买的量稍微比较少 因为他们是新加入的外资群 属于是第二波进来的外资 大摩的成本比较低一点 那是大摩是第一波进来的 而且买的量够大 平时这些主力做多外资群 会买进及卖出户盘及调整 所以成本一定是比上面列的更高一些 这是很正常的 之前主力做多内资之一的 富邦均卖价在133.34元 富邦把自己买的几万张都卖出 买进成本约在120元 赚了13元左右 不过富邦近9周呈现卖超6028张 那是因为富邦把之前的库存拿出来卖 如果鸿海股价在上涨 那富邦就会本来做对变做错 富邦在鸿海上涨时买了几万张 后面也成功赚到了差价 结果又傻乎乎的把之前的库存拿出来卖 最终如果鸿海涨到160元 那富邦等于不用动作还赚的比较多 就把原本的库存报紧紧就好了 这种就是属于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例子 原大原本也是主力做多内资 卖了几万张 现在卖到剩1211张 后面整理一下 第二阶段的主力做多外资群及内资 就会开始有一些变化 来看一下近9周鸿海融资变化 近两周减少3万多张 合计还是增加60544张 最近两周鸿海股价在外资群买超的情况下还下跌 一来是台股在修正 二来就是内资及融资在卖出 短线融资减少对股价来说是有一点不利 不过中长线来说 融资减少有利股价继续上工 毕竟融资的利率比较高 大部分使用融资的人不太可能放一年 三年 五年 也许这些融资有一些是要赌红海 AI伺服器强劲成长 还有GB2000出货 不过这大概了不超就是会持有到明年中左右 因为GB200下半年出货 明年大出货 融资一定会选择再利多出进前就卖出 后面应该还会有新的机型 拿到后就会有新的投资者或融资进来 短线该指令的内资及融资出去 这有助于筹码面的沉淀 最近一些散户也因为中了锚定效应进来买进鸿海 大家记得一件事 所有中锚定效应不一定是坏事 例如之前散户中了100到105元之间的锚定效应 跌破100元就会拼命的买 这样的行为是正确的 目前鸿海股价净值比才1.34倍 所以中了锚定效应进来买也是正确的 有一些全职股 例如台积电 股价涨到826元 散户中了826元是高点的锚定效应 跌到800元 780元 760元 740元就觉得很便宜的拼命买 这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散户买到的台积电股价净值比一样是在5到6倍之间 还有广达也是一样的道理 299元的广达股价净值比6倍 股价跌到241.5元时 散户觉得跌了50几元 觉得好便宜 结果广达的股价净值比也才从6倍跌到5倍 有一些散户在那说鸿海要跌回100元 我是不懂他怎么想的 如果你这么确定鸿海能跌回100元 你去空报广达及伪创 你就发大财了 因为鸿海跌到100元股价净值比0.95倍 广达跌回一样的股价净值比大概就是40出 要把前面的200元跌掉 伪创要跌回30元 至少还要跌85元 你看空鸿海的话 做多的人只要静静的持有2-3年 他们就零风险了 AI是未来的工业革命 业绩会很好是很正常的 这时会有人说挥打股价大跌 什么鬼未来工业革命 记得一件事 挥打的净值才17元 涨到1000元 股价净值比是58倍 就算跌下来到800多 股价净值比还是48倍 挥打之所以会跌 不是未来AI产业不行了 泡沫了 而是市场早把挥打股价炒到泡沫了 鸿海目前股价净值比才1.34倍 你要拿鸿海和挥打股价比 然后说挥打下跌鸿海也要下跌 应该是不会有这种事的 你在投资时 你还试得看数据 而不是在那平感觉极平直觉 之前特斯拉也是股价被炒到泡沫 特斯拉之后跌这么惨 现在股价净值比也还有8倍 大家就知道市场那些经理人 及散户在炒股价有多夸张了 新闻说 传微软计划年底前囤积180万个AI晶片 媒体报道 微软内部设立目标 在2024年底前囤积180万个人工智慧晶片 微软正试图让生成是AI变得更快 更好 但主要依赖挥打的GPU晶片 报道显示 微软计划在2024年将GPU数量增加两倍 微软一直与OpenAI公司合作发展人工智慧 但要想在该领域保持领先 代价不菲 消息人士指出 从本财年到2027财年 微软预计将在GPU和资料中心上花费约1000亿美元 其他科技巨头公司也正在建立庞大的GPU储备 这也是挥打市值在短时间内迅速增至2兆美元的关键原因 MEDCEO组客博金年稍早表示 该公司将在2024年购买约35万个挥打H100GPU 到年底将持有约60万个同型号或同类AI晶片 根据研究机构DA Davidson分析师估算 微软2023年在挥打晶片上花费了45亿美元 已为微软高层表示 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相差无几 虽然微软内部正努力设计自由AI晶片 但有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因为其技术落后挥打多年 新闻说 NVIDIA带动的AI浪潮持续席卷全球 其最新的GB200系统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 由于NVIDIA没有足够的时间对每个组件进行认证 他们将这项任务委托给了原始设备制造商ODM处理 这也意味着 若要使用未经NVIDIA认证的组件 就必须要求供应商进行认证 这样的变化将彻底改变过去的供应链格局 鸿海和广达可以推荐供应商前往NVIDIA进行认证 完成认证后 广达即可使用盛名店的机壳 或其他合作厂商的机壳 除了这种大幅调整的合作模式外 新推出的GB200机柜系统由两颗B200GPU加上GreyCPU晶片封装而成 其平均售价更高达200万至300万美元 出货后营收将大补写 回答 NVIDIA 于GTC大会上公布新一代Blackwell图形处理器 GPU当中的两个型号分别位B200 以及由两片B200与一颗GreyCPU组合而成的GB200 其中 GB200性能是AG100的7倍 训练速度提高4倍 在代工链中 鸿海城最大赢家 一般讨论区网友说 之前有申购00940 00939 又想吃豆腐买了00919 结果目前这三只账面上赔了91735元 大概赔了6% 9万虽然对大家来说不多 但也是我快一个月的薪水 心很痛 而且都还没领到股息 是否要停损 我也暂时没有钱能加码摊平 只能等年终奖金补屑了 而债券ETF目前赔1.1% 股债双杀 该怎么办呢 删掉看盘软体 等领年终再开码 A大回答 这位网友很明显犯了几个错 第一个错误是在下跌最悲观时 想要卖出止损 当初你在买进ETF时 不就是为了做长期投资领股息吗 怎么会下跌个几天 你就想要止损杀出呢 第二个错误就是买了一些天价的高股息ETF 当你想要做价值投资存ETF领席时 最基本的就是要该当ETF要有价值 很多人单纯就是看高股息ETF的名字 就跑进去买 什么台湾价值 高股息 月月配 10元 他们最常挂嘴边的就是股价才10元 是能跌到哪里去 会这样想的很明显就是小菜额 我用一个白话文解释 我用两个账户 一个账户买了一张红海14.3万 另一个账号买了红海一定发ETF 一张一万 ETF拿了这一万元去买了70股红海 你觉得这两件事是不一样吗 你还会觉得红海一张14.3万好贵 我买红海一定发ETF 股价才10元 ETF把你的一万拿去买了70股红海 接着每年再和你收管理费 一言不合就帮你换股操作 这就是很多散户的迷思 他们以为00940一股才10元 一张才10元 觉得好便宜 结果00940拿着散户的钱去追天价的成分股 就是一股 三股 五股 十股的买 最终凑成一档ETF 其实你就是拿着一万元去买了一大堆天价的个股 这些天价的成分股只要下跌 ETF当然就会下跌 这有什么好说的 以00940来说 就是在股市2万点时去买中信金 联电 长荣 日月光 联发科 星象 光宝科 广达 大联大 巨大 汉唐等 还顺便帮你留了6.11%的台股期货 你在2万多点不敢做多台股 00940帮你买了6.11%的期货多单 你的一万元就是按比例去追了台股2万多点的成分股 还有台指期 如果台股修正三成 你的00940就会从10元跌到7元 重点是这还不包括ETF发行商每年要收的管理费及换股手续费 今天00940收在9.39元 大概投资人赔了6% 现在台股指数还在19527点 大盘净值比2.34倍 这样的大盘净值比还是偏疯狂价 重点是00940帮投资人挑的成分股 联发科是买在股价净值比5倍 广达市买在股价净值比6倍 日月光买在股价净值比2.3倍 这一档买的就还好 联友买在股价净值比5.5倍 巨大买在股价净值比2.6倍 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查一下成分股的股价净值比 一些散户常常那看衰红海 说红海100元件 50元件 很搞笑的是是 红海一年赚资产的10% 如果股价108元的话 股价净值比才一倍 近三年红海每年赚10元以上 你买进当下你就零风险了 当你看衰红海 结果去买00940 那真的就是笑话了 你以为00940买的成分股都是黄金吗 其实很多成分股的净值比都5到6倍了 那种价格单纯就是狗事而已 你买到那样的股票 你就仅剩下满满的风险 很多散户会说买高股息ETF就一直放着 结果他们买红海就不敢一直放着 会这样的原因很豪动 因为高股息ETF持有几十档股票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高股息ETF背后到底买了哪些成分股 所以才敢在那说买了放着 如果你在台股的股价净值比1.5倍买高股息ETF 我保证你买了大概风险3到5年 现在大盘净值比2.5倍买到 没有个10年 20年你是不要想化解风险的 这一次00940把很多台湾散户拐进去买ETF 这一档高股息ETF后 我想很难再出现高股息ETF狂热 00940之所以会狂热 那是因为高股息ETF发行商很坏 他们采取新ETF帮就ETF抬教的策略 让之前发行的高股息ETF涨很多 不但赚到高股息还赚到差价 现在00940买进后就赔钱 我倒要看看00940去哪升前出来配高股息 记得一件事 高股息ETF配息的来源只有三个 已是本金凭准金 而是成分股配出来的股息 三是换股产生的差价 00940在买上面的成分股时 股利率仅有2到4% 再扣除给ETF发行商的管理费 还要换股手续费后 我是不幸去哪升配8到10% 出来如果00940配10% 那ETF的净值就会减少 真的就是左手配右手 之前的高股息ETF之所以从成分股来的股息很少 但因为采取新ETF抬教就ETF策略 所以可以赚到很多差价 高股息ETF就用这些差价配股息 现在00940就没有这么好康 差价都已经赔了6%了 还在那幻想用差价收益来配股息 真的就是太天真了 新闻说 台股量价齐扬 全体券商2024年第一季税后大赚263亿元 年增于6成 台股今年以来屡创新高 站稳2万点之上 证交所经 18日公布3月全体证券商税后 存益100.95亿元 较上月成长15.75亿元 约18.49% 累计一致3月全体证券商税后 存益263.16亿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101.97亿元 约63.26% 根据统计 3月份大盘总成交值约10.002兆元 月增97.47% 使证券商经济手续费收入较上月成长 3月份自营之证券评价损失较多 使证券商自营业务纯益较上月衰退16.27亿元 约37.31% 3月份证券商承销业务纯益较上月衰退3.9亿元 约42.81% 在大盘总成交值增加的带动下 累计今年度 1至3月证券商经济手续费收入较去年同期成长 本期自营之证券评价利益较多 使证券商自营业务纯益较去年同期成长40.49亿元 约72.78% 本期承销业务净利依较去年同期成长5.83亿元 约33.82% 台股2023年表现亮丽 加上后疫情时代红利 证券商2023年获利大丰收 经济 自营 承销三大业务同步翻扬 带动全体税后纯益冲高至687亿元 较前一年大增近300亿元 成长高达77.4% 改写历史自高记录 A大回答 大家应该有看到券商的获利一直向上增加吧 这就是ETF极高股息ETF的威力 因为ETF的规模太大了 新进来的资金太多 所以ETF发行商接受投资人的申购 然后向不同的券商下单 而且ETF会常常大量的换股 这就会产生很可观的换股手续费 加上每年还会收平均0.5%的管理费 这些都是稳赚的 我一直和大家说股市中最无敌的角色有两个 一是政府 二是券商 只要你交易 不论股市上涨或下跌 你赚钱或赔钱 政府及券商每天眼睛张开 就是有源源不绝的钱流进来 当高股息ETF把投资人的钱拐到ETF中 他们每年光管理费及手续费 就赚到爆炸了 他们也不会管股市上涨或下跌 所以ETF及基金是股市中第三无敌的存在 一样是稳赢的 不过针对的却是不同类型的人 政府及券商的无敌是针对短线课 投机课及当冲课 ETF发行商的无敌是针对投资者 如果你在正确的时间买到ETF 这种商品其实是能让你赚钱的 我常和大家说 我并不是看摔一些大型全职股或是ETF 我单纯是看摔在那个价格投资人赚不到钱 而且要承受巨大的本金损失 以00939及00940来说 大部分都是在2万多点建仓的 而且还是特地几档被炒到天价的成分股 当投资人买进这样的ETF后 未来20年的获利都被拿走了 留给你的自然就仅剩满满的风险 当初00940在申购时 我就和大家说未来00940股价会有的跌 现在大家应该看到00940下跌了 这时会有人说 这是因为股市下跌 所以00940才会下跌 这就是高股息ETF能想到的推托之词 股价是被他们买上去的 就是因为他们买了天价的成分股 所以就推升了股价 当这些天价的成分股修正后 股市自然下跌 这时他们说00940及高股息ETF下跌 仅是因为大环境不好 这不是一个笑话吗 如果你买进时是在大盘净值比1.5倍 当你买进ETF 不论是0050 0056 00878 00919 00929 00939 00940等 你都是能赚钱 哪怕全商每年收你管理费及换股手续费 你还是能单纯用时间赚钱 在整体股市净值比低买到ETF 你的风险就是越小 很多高股息ETF都是股市小白买的 他们连一档个股都不会去看基本面 产业面 更遑论让他们去看40档 50档个股组成的ETF 所以最简单的策略就是你看大盘净值比 只要大盘净值比介于1.5倍到2倍之间 越是靠近1.5倍你就买越多 你零风险的时间就会变得越短 以我投资鸿海来说 当初鸿海被市场看摔到底 股价净值比1倍 你买进当下就零风险 现在股价净值比1.34倍 大概就是有2到3年的风险 不过股价净值比越高 代表你买进当下市场气氛越好 越多人看好你手上的个股 鸿海股价净值比1.34倍 属于在非理性崩盘价的位阶 还是很值得买 市场投资人也不会像之前这样疯狂看衰 你爆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爆一些 而且所需要的风险也不会太大 大部分的散户是最适合买在现在鸿海的位阶的 之前有一些不自量力的投资者 觉得自己可以驾驭股价净值比1倍以下的鸿海 结果三年下来一大堆人在那谩骂 抱怨 怨天有人 这种人就是太高估自己的自我心里面了 而且股价净值比在一倍的情况 股价波动会很小 因为就是在价值区了 也不会有任何投机的成分 自然就是不太适合一般的投资人 大概就是适合老人 当股价净值比来到1.34到1.5倍时 这时还是很值得买 风险很低 不过股价波动就算剧烈了 但还不会太夸张动不动就涨停或跌停 了不起就是每天波动个5到7元 大盘上涨 红海会上涨 AI概念股上涨 红海也会上涨 大盘下跌 红海也会下跌 AI概念股下跌 红海也会下跌 很多散户就是觉得这样有波动 才有活着的感觉 也比较能玩短线 很多散户进到股市是为了追求刺激 而不是为了赚钱 当红海股价净值比来到1.34到1.5倍后 未来就有很大的机会会涨到3倍 4倍 5倍甚至是6倍 现在进来的投资人赌的就是这样的行情 小风险换大报仇 用三年的的风险换恋爱百年大行情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红海操作篇 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出你的热情来 红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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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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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